诡异,习近平重演胡锦涛就是另有更特别方式。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每年都选在8月1日当天晋升一批上将,但他从结束今年首次外访回国后至今也没有晋升上将军衔。 有分析指,这一诡异打破常规的现象,显示习近平正在与中共军队的高层角力。另有分析表示,习近升上将有特别方式,即单一晋升此前香港媒体明报,预测习近平将晋升上将的名单均被落空。 习近平不晋升上将有内幕。习近平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后,延续了自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起就建立的制度,每年都会在8月1日前后晋升一批上将以示恩责病巩固军中权力。 但今年他不仅没有训练,晋升一批军中将领,反而还给中共军队敲了几榔头。 他于7月31日下午,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停指军队有偿服务,进行了集体学习,并在会闪强调全面停指军队有偿服务必须不开口子,不打折扣,不搞便通。 同时中共中央军委印发两份与军中反腐,有关的重磅文件,军队实施党内监督的规定,和军队实行党的问责工作规定。 自8月1日起施行食品加陈破空在其专栏中盘点发现,在胡锦涛执政时年中,曾有两度位于八一前西晋升上将的记录,分别是在2003年及2005年其中2003年是江泽民与胡锦涛激烈争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一年。 2005年则是因为江泽民赶在前一年也即2004年,被迫交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大权之前,集中晋升了17名,上将已对胡锦涛形成包围架空之势方便将继续掌控军队。 这令胡锦涛在2005年无人可晋升只好轮空,也就是说胡锦涛时期上将晋升轮空的两年恰恰是胡锦涛博弈,最激烈的两年陈破空认为,这可作为今年局势的参考。 他认为,习近平今年不为军中人家关禁绝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七月上中旬政变,传闻甚销沉上可能有某些中共军中将领参与了这些传闻中的谋话,二是习近平于七月三日首提定于一尊,后,虽然起左右手力战书,丁薛祥,赵克志等人跟进弹军中一直没有出现表忠潮,引起习近平的警觉。 习近生上将有特别方式,单一近生据海外中文媒体看中国报道趁翻查过网记录发现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2017年11月2日近生唯一一名上将,新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纪律检察委员会书记张生民。 而这种单一近生一名上将的做法,在五年前习刚上台时也出现过,张生民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以中将军衔,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按照惯例,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必是上将军衔单一近生。 上将的情况,在习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后也出现过。 2012年11月23日,习近平刚刚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立即将第二套兵司令员魏凤和晋升,为上将魏凤和也在十九大上晋升军委委员。 观察家认为未来习近平对上将的晋升,也可能,不一定会走八一节前扎堆进行的方式,而是走另外单一晋升的路线,以体现对该将领的重视更衣让其效忠。 上将名单猜测似乎已落空,在今年八一之前中共各军兵种已经晋升了一批中将和少将。 香港媒体明报7月26日,曾预测,而习近平将晋升上将的名单包括黑马、南部战区司令袁玉柏、海军政委、秦升翔、河北部战区政委范肖俊,他们都已经获得中将军衔三年担任战区正职的时间。 有18个月另外,海军司令沈金龙、国防大学校长郑和、西部战区政委吴舍州、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政委、安照庆和、武警政委、朱生岭等五人,也在晋升上将人选名单中。 他们都是被搬售中将军衔两年时间,已担任战区正职18个月。 按照中共军方惯例,晋升上将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是一,担任政大军区职两年级以上,二,获得班寿中将军衔四年级以上。 现在看来,上述猜测似乎已落空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可能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会有将领或进,为上将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